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一張紙的公告 就要偷走祖先100萬公頃的土地 这个叫做 粗暴的暴 暴力 懂吗 在河北的想法开始 我们几位运作我们的长辈 团类 拿布 还有马耀祖后 主委长辈都在凱道这边 去做 像这边看到扎营的抗生的行动 不过一直到 一直到第八天才有 要多的青年的 这些族群去关注到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能够动员更多的 年轻人来参加这个议题 然后去支持这些长辈的话 会让这整个议题的这个 我们的影响力会提高 然后希望 你们可以让政府方 能够更快的去做出 影响之后 我不希望有一天我死了 你们还要为了这件 喊了三十年 超过三十年的事情 还要站在凯道 以阿美国来说 就是我们的传统领域 都是部落公有 那在部落里面虽然还是 会有个人的土地 就是私有林地 可是像是技场 猎场 还有农田 耕作的地方 那些都是部落的地 那今天政府既然要化为 就是所谓传统领域 它就是属于整个部落的 它不应该排除西人林地 那原因是因为 在之后财团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 财团如果它 就是这个 化分传统领域的话 它如果排除私有林地 那它就可以直接 跟地主去做沟通 那不用经过部落的指引 不用做过部落的咨询 那其实很明显的 部落就会被分割成很快 那其实在 比如说你今天要在部落里面 盖一个温泉会馆好了 那今天部落愿意吗 可是今天如果 个人愿意的话 部落不愿意 那请问 它是不是也是在 原住民的传统领域上面 去做开发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是专法 不愿意的 还好有你们 看到那么多的色彩 不一样的轮廓 在圈圈里面 其实看到的就是 台湾应该要有的样子 好但是希望我们的圈圈 不只是在开到 希望我们的圈圈 也在你的生活圈 你的网路里 网路圈里面 更希望 因为我们的圈圈 圈住所有 承袭台湾 这块土地 这块历史 承袭台湾 成为现代国民的 转型正义的一个 国家的一个 每一份子 我是原住民 我很骄傲 我自己是原住民 有看过这种句子吗 有吗 有没有 你们没有读书的 好 对这个句子有印象的 请举手 有吗 不少 那你们知道 到底在骄傲什么吗 我们能够 骄傲是因为 我们有我们的方法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的祖先 生活在这个岛上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用到很多资源 可是当我们的祖先 在使用资源的时候 跟制造污染的时候 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个岛上住了很多的人 我们的祖先是最早的 新住民是最晚的 跟我们不一样的族群的人 他们也有祖先 他们以前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住在这个岛上 但是 当土地 变成商品了以后 事情就开始有很多的变化 当土地 带来的是利益的时候 利益的背后 就有一只财团的手 我们看不到 这个岛 是每一个人的 不管你是原住民族 你是班萨 你是达燕 你是勒盖 你是哪一族 你是汉族 你是客家人 不管你是哪一族 你是新住民 我们每一个人 生下来的时候 都没有带土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得站在土上 除非你是鸟 你可以飞 除非你是鱼 你可以在水里 不用站在土地上 这个岛上的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是局外人